欢迎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出品 自今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精彩继续 《一箭独尊》第260章 司徒明不知道 之前叶玄是如何说动魔宗 以及鬼宗退走的 但是他知道 如果叶玄继续说下去 他很可能也无法动手了 因为魔宗和鬼宗 都能被叶玄劝走 而司徒家并没有比魔宗 以及鬼宗强多少 叶玄必须死 不管叶玄背后 有多么的不简单 都得死 这是司徒明的态度 因为叶玄与安家安兰秀 有谋逆 安兰秀是司徒家 一定要得到的女人 除此之外 如果叶玄去和护建盟串通一气 对司徒家而言 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所以为了怕节外生枝 司徒明选择直接动手 而叶玄也没有想到 这司徒明连给他忽悠的时间 都不给 怎么打 打不过呀 然而 司徒明已经带着一股 狂暴的力量来到他的面前 这股力量就宛如大海之中的 狂风暴雨一般 仿佛能摧毁一切 叶玄不敢分心 连忙静起凝神 下一刻他抄见一个极块 一剑斩下 一剑定生死 这一剑之事 竟然没有比司徒明弱多少 轰的一声 两股力量刚一接触 场中周围密林 瞬间被粉碎 而叶玄更是直接被震到数十杖之外 最后他双手持剑 猛插地面 这才停了下来 而司徒明也是朝后 足足退出十来杖之远 此刻 司徒明的神色是凝重的 他死死盯着叶玄 还是有些敌看你了 难怪护解盟要除掉你 我若是护解盟 也容你不得 说着 他看向叶玄右边 一起出手 随着司徒明声音落下 在叶玄右边 一名老者走了出来 也是真欲法禁强者 两名真欲法禁强者 叶玄神色颇为难看 他没有想到 司徒家竟然出动 两位真欲法禁强者来杀他 这也太看得起他了 司徒明似是知道叶玄所想 当下冷笑说 当日苍木学院杀你不死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一开始就出动致强者 不然你早死一百遍了 老夫没有 苍木学院那般蠢 既然要除掉你 自然不能给你任何机会 说着 他与一旁老者就要动手 而这时 叶玄突然说 且慢 说着 他认真地说道 我觉得 我们之间之前合作的友谊 还可以挽救一下 你 司徒明积风说 你雄耀花言巧语 今日 你就算将天说破 老夫也要斩杀你 说着 他人已经消失了 而另一边 那名老者也是突然消失 化作一道黑线 直奔叶玄 显然这是想要绝杀叶玄 两名真语法庆强者一起出手 那是何等的恐怖 叶玄朝前踏出一步 他眉间 一座虚幻小塔突然浮现 戒狱塔 当戒狱塔出现那一瞬 场中天色一瞬间暗了下来 而司徒明和那名真语法庆牢者 宛如被定身一般 定在原地 而在他们头顶 悬浮着一个漆黑色的球子 两人眼中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当戒狱塔出现那一刻 叶玄整个人身体开始颤抖 非常颤 脸庞也是一阵阵肘肘 看起来颇为的害人 叶玄对面 司徒明此刻一脸的惊恐 眼中满是骇色 因为无论他如何施展神通 也无法动分毫 司徒明抬头看向叶玄 颤上说 你 你这是何物 叶玄嘴角一脸 翻起一抹猙獰的笑容 你 你猜呀 此刻的他 说话都有些哆怒 司徒明正要说话 叶玄突然怒道 手 声音落下 介于他剧烈一颤 下一刻 司徒明和老者直接消失 当两人再次出现时 已经在介于塔内了 塔内 司徒明两人惊恐地看着四周 眼前这一切 已经超出了他们的认知 而就在这时 他头顶两个球字 竟开始慢慢地变红 察觉到这一幕 司徒明心中大害 他连忙说 叶玄 万事后商量 老夫发誓 若是出去 绝不报复你 我司徒家 甘愿臣服你 刚才说 与你聊聊 你不听 老子现在不想聊了 这是叶玄的回答 而这句话 也是司徒明 此生所听到的 最后一句话了 很快 司徒明和老者两人 直接化作虚无 至于两位纳戒 而外面 叶玄脑袋一沉 整个人倒在地上 这一刻 他只感觉天玄地转 好想要睡觉啊 不能睡觉 叶玄摇了摇尖 剧烈的疼痛 让他清醒了不少 而这时 他眉间突然出现 一个小小的土字 倒泽 叶玄躺在地上 源源不断的大地之力 朝他汇聚而来 这些大地之力 最后紧数涌入 他的身体之中 开始修复他的身体 这一下 叶玄顿时感觉 全身轻松了不少 清醒了一些之后 叶玄连忙查看监狱他 如他所料 监狱他再次关闭了 不过这一次 他有极品灵石 如今他身上 有两柄天接件 一件天接甲 45亿极品灵石 还有一条极品灵脉 这条极品灵脉 是他从苍兰学院 带出来的 苍兰学院暂时解散 他自然要将这条 极品灵脉带走 叶玄开始让 介于他吞噬 极品灵石 不一会儿 介于他就吞噬 十亿极品灵石 然而 介于他 并未开启 怎么回事 叶玄脉脑中满是疑惑 沉默片刻之后 他又继续开始 让介于他吞噬 一亿 两亿 五亿 十亿 终于 在介于他 又吞噬掉十亿之后 介于他重新开启了 二十亿极品灵石 叶玄躺在地上 一脸的生无可恋 二十亿 比之前足足多了一倍啊 叶玄心都在低血 此刻的他 恨不得将司徒明两人 错过杨徽 四十五亿极品灵石 在手里还没午热 就这么被吞噬掉了 最重要的是 这一次多了一倍 那下一次 他若再次出动介于他 他已经不敢想下去了 因为如果下一次催动之后 再次开启 又需要多一倍的话 叶玄欲空无泪 这介于他 太他妈花钱了 就这样 叶玄在地上 躺了足足一个时辰 才慢慢地恢复过来 恢复过来之后 他连忙拿出 孙徒明和两枚纳戒 第一枚纳戒之内 有一件天洁宝物 是一柄 枪长无耻 通体赤红 宛如岩浆打造 周身散发着一股炎热气息 但是他枪间却宛如寒霜 冰冷四股 好枪啊 见到这柄枪时 叶玄心中已惊 这柄枪的级别 可能是比他两柄天接剑都要高 而天接也是分好和坏的 简单来分 就是极品 上品 或者下品 这柄枪至少是天接上品 下至连城 叶玄之前的伯乐 顿时一扫而空 不过也正常 这司徒明好歹是一方大势力家主 身上如果没点极品东西 怎么说得过去了 叶玄拿出长枪 枪柄处刻有两个字 坟金 坟金枪 叶玄手握长枪 轻轻一挥 刹那间 一股火芒 自长枪之中震荡开来 火芒所过之处 周围树木直接被焚烧成灰烬 枪自带火焰树形 好强啊 叶玄咧嘴一笑 这柄枪若是拿去卖 可能至少是三十亿鸡品零食 要知道 一件天接宝物 最低都是二十亿鸡品零食起的 不对 应该说 用零食是买不到天接宝物的 只有用紫园金 才能够购买天接这种宝物 转大发了 叶玄乐得合不拢嘴 他收起坟禁之后继续查看 司徒明那戒之内 除了这件天接至宝之外 并没有真戒宝物 也没有功法和武器之类的 正在叶玄有些失望时 突然他看到一物 叶玄手一招 很快 一本厚厚的书籍 以及一块黑色令牌 出现在他的手中 叶玄翻开那本书籍 看了一眼之后 他有些愣出来 祖史 这竟然是司徒家的祖史 里面记载了司徒家 以往的历史 不仅有以往的历史 还有现在司徒家所有的人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 司徒家的家族秘密 比如 司徒家如今有多少人 有多少财富 有多少秘密培养的势力 有多少在别的家族探子 有多少私生子 这里面记载得清清楚楚 叶玄 和尚 祖史 内心宛如浪涛一般 在翻滚着 八百亿啊 司徒家如今的财富 总组有八百多亿极品灵石 除此之外 还有紫园金三十余万 紫园金比极品灵石要珍贵得多 因为它内涵的灵气 并不是普通灵气 这种灵气叫做紫园气 在这种天地间属于非常稀有的 要购买一件天阶宝物 需要差不多五万枚紫园金 而此刻叶玄也发现 这本宗史上有灵气波动 显然是个小阵法 按他猜测 这个阵法应该是一个毁灭阵法 也就是说 如果司徒民有意外 应该可以瞬间毁灭这祖史 因为这玩意儿对司徒家太重要了 绝对不能曝光啊 可惜的是 司徒民被鉴于他求助之后 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 更别说摧毁这祖史了 八百多亿极品灵石 几十万枚紫园金 叶玄想想都兴奋不已 不过很快他冷静了下来 因为这些财富是司徒家的 跟他没有半点关系 不对 叶玄脑袋一转 谁说跟自己没关系 叶玄面向手中那枚漆黑令牌 家主灵 家主灵 叶玄沉默片刻之后 突然放声大笑起来 这世界一切都是那么的美好啊 您刚才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紫禁为您演播的 长篇玄幻小说 一箭独尊 下集更精彩 3箭独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杜茜